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部电影叫三个臭皮匠 话说这一天一个包裹被扔在孤儿院门口 里面装着三个可爱的小孩 天使般的小孩被兄女们收养了 一转眼十年过去,三个小孩变成了令人头疼的调皮蛋 制造出很多恶作剧 这天有一对夫妻来到孤儿院 三个孩子被安排和他们见面 夫妻俩最后选择了锅盖头 锅盖头依依不舍地和朋友们道别 在车上又提出了让他们一起收养另外两个朋友 没想到两夫妻听到这个二话不说 就将锅盖头送回了孤儿院 挑了另一个小朋友 于是三个冤家又在一起生活了 25年之后,他们都长成了大人模样 但无厘头程度有增不减 三个人是经常打来打去惹出大祸 让他们休中,却在屋顶打起来 中没休好还把凶女砸伤了 又把巡视的官员当成流氓打了一顿 同时孤儿院面临债务危机即将要关闭了 为了孤儿院能继续经营下去 他们选择离开孤儿院去大城市挣钱 很快的他们接到一单生意 金发女和大块头在密谋 怎么除掉自己的丈夫拿到遗产 看见了三人后面想出一个计划 大块头假装是金发女的丈夫 谎称自己有疾病 希望有人在他们一起睡觉的时候捂死她 但是不能看灯看到脸 目的是想出其不意的死掉 这么一个看似完美的接到杀人 遇上三人可真是倒霉了 为了尽快拿到钱 三人立马出其不意的把她推到路上 满足她的愿望 金发女气急败坏地逃走了 结果命大的大块头并没有死掉 为了拿到钱 他们偷偷潜入医院 搭占保安护士 最后飞带没有刷掉大块头 还从医院楼顶摔了下来 这一杂可不简单 他们遇到了当初替代锅盖头 被夫妻俩领养的泰迪 现在的泰迪是一个有钱人 而倔强的锅盖头不愿意接受她的施舍 于是三人选择创业 他们在高尔夫球场养鱼 给鱼浇水 不但没赚到钱还被警察追赶 这几日的遭遇让三人闹翻了 他们不欢而散 分开不久后 他们发现锅盖头因为滑稽的表演方式 成了电视明星 同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金发女的秘密 于是他们赶紧找到了锅盖头 叫上她一起去拯救泰迪 他们偷偷潜入了泰迪举办的聚会 找到了晕乎乎的泰迪 而这时大块头找了上来 危难之际泰迪的养父出现了 可狗血的是金发女和养父是一伙的 养父靠和人结婚赚钱 没想到泰迪的养母死了之后 把钱全部留给了泰迪 大块头也只是他们接到杀人的工具 于是他们被一起劫持上了车 没想到一只宠物老鼠救了他们 救死一生之后的他们回到了孤儿院 却发现孤儿院患然一心 原来锅盖头上的那个综艺节目 看中了三人的搞怪方式 决定欠了他们以此来支付孤儿院的债务 只会添乱的三人最后保住了孤儿院 影片的故事虽然有点俗套 但这种舞台剧四的喜剧表演形式也是十分怀旧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